今天这样这么盛大的活动 只有我一个主持 实在是很难撑起全场 所以我现在要邀请到一位 跟我一起搭档主持的 曾经有国君第一美女的号称 让我们欢迎朱国荣小姐 国荣姐 哎呦 美女美女 好不好 这样的活动一定要有一个美女 在旁边相称 哎 谢谢 身以执法望于我法 与众何何放下菩提 各位亲爱的嘉宾 大家晚安 我是朱国荣 今天非常荣幸 也很开心的 能够和地球李嘉文 共同来主持 今天晚上的心之所在 让梦想起飞的感恩喜福晚会 今天真的很感谢大家 真的来坐下来 给我们这些小朋友一些力量 那当然刚刚我们听到 国荣姐前面开头的开场 身以执法 望于我法与众何放下菩提 其实就是我们师父的心法 也是我们物善文化基金会 成立的宗旨 那当然今天为了 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活动 能够把做什么 都不如新好的这个理念传达出去 是 物善基金会一直都是以慈悲 还有关爱的精神 长期的去注意 儿童教育还有青少年的辅导 特别的是也积极的参与各项的社会公益的活动 而且这个基金会很特别的是 他们关注的对象并没有任何宗教的区别 没错没错 今天我们心之所在让梦想起飞的活动 其实就是要教导我们这些小朋友 就是懂得耕耘跟收获这样的观念 那也透过就是让他们心 心在哪里 心好世界就好 对 努力付出你一定会有收获 然后呢 记得要回馈 没错没错 好的 当然我们这个活动能够达成呢 背后是由非常多的团体 还有善心人士的帮忙 对 像我们节目一开始看到地球 还有RG乐坛带来精彩的表演 这群热情的年轻人 一听到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每个人都义不容辞的 而且是义务的参与演出 谢谢 我们是不是再一些掌声给他们呢 谢谢 谢谢 不要不要说我们 光台下这些也是义务来参加帮忙的啊 是啊 当然除了个人以外呢 我们还要感谢很多团体 像财团法人 集越文教基金会 还有台湾麦当劳餐厅等等的单位 没有你们的帮助 今天的晚会也不会顺利举行 真的谢谢你们 谢谢 所以为了感谢这些赞助厂商 还有个人呢 我们特别请务善基金会的董事 同时也是我们基金会和都兰书屋结缘的重要关心人 洪宗盛博士来上台为我们致辞 欢迎洪博士 在场的法师各位贵宾各位来宾大家好 我其实蛮紧张的 不过声音大概还没有开始发抖 因为上来就发现我看不到各位 所以没有关系 我们师傅是一个数字的师傅 其实两天前我们主办人才跟我讲说 元宗你必须上台讲五分钟 我说哈 他说因为你跟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就是你引起的 所以你要上来交代一下 好所以我就上来交代 我们师傅是一个数字的师傅 其实到昨天晚上我还想不起 我要讲什么 但是在梦中我就得到一个数字 各位今天是几号 7月15号 我们如果数字店叫715 然后倒过来叫517 那把它换起来就是7老婆 11至5就是我 所以71我 我17 这个数字对我很有意义 因为在五年前 大概在五年前左右 2009年的11月 我是为了我老婆的病去见师傅的 我太太是一个得得非常特别病的人 她得了那个病 全世界在她得发作的时候只有七个病例 她是第八个 她得的病名叫做脑神经中枢淋巴癌 她前面的七个没有活过一年的 而我的太太因为师傅的帮助到现在还活着 已经第六年了 那在五年前我去见师傅的时候 各位很难想象我是一位基督徒 我见师傅的时候我没有挂爱 然后师傅给我 我永远记得师傅给我讲了两句话 她说要断移生性 绝向朝宗 也因为这样我跟着师傅 从2010年开始经历了很多的神奇的事情 那各位可以看得到 我手上有一本书 这本书里面记载了更多神奇的事情 第十五篇就是我太太写的 那五年之后我成了有法号的基督徒 这是我师傅每次出去都介绍我 就是这样 我的法号叫元宵 守出这个场合 你们永远会记得我的好号 特别是正月十五号的时候 那我记得那时候跟师傅结缘之后 师傅就让我去看 然后如果你看过这本书的话 5380 让各位聚集在这里的这个神奇的数字 在这本书的十二页已经出现过了 我从来都不知道说原来还真的应验了 可是第一次5380是2012年5月27号 我们在宜兰办了一场祈福会 我奉命要做一个很简单的简报 在最后一张简报里面 我把这个神奇的数字提出来了 为什么要提出来 因为我跟了师傅不久 我想在座有很多也是根基金会的好朋友 师傅就千交代万交代 我们这些不太懂事的懂事 你们要去找一些穷苦人家的孩子 然后我们要帮助他改变他的人生 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是有希望的 可是我们都一直没有去做 直到有一天 我在那个会后 我在脸书上看到一则信息 都兰的潘老师他写他要办一个书物 需要人家帮忙 那从那时候开始 因为刚好那个是一个校长 我认识他玉田国小的校长 我就问了校长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 当时我想到这个 其实如果各位有上脸书的话 欢迎可以来跟我们互动 脸书上面有都兰书物的粉丝 也有勿散心法的专业 那我记得前一阵子有一位姓戴的董事长 在脸书po了一个文章写 某某一个慈善机构 留一口饭给艰苦人吃 他po了那一张讯息之后 在一夜之间有十万个人给他按赞 实际上我也看到那个是非常有感受 我相信各位今天其实也看到了 我自己是一个穷苦人家出身 我的父亲只有小学毕业 他是拉苦力三轮车出来的 可是他可以栽培他的孩子 念到博士毕业 所以我自己非常的珍惜 我那时候也非常的感动 我们的同仁 我们基金会的同仁 我们这次去都兰拜访的时候 潘老师有给他们爆料说 洪博士第一次来我们都兰的时候 一直在哭 一直在擦眼泪 我说他们应该不知道 我为什么擦眼泪 因为我看到跟我一样的环节 可是在现代 你想要翻转 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那我们为什么要帮忙 因为同样的 我刚刚分享的那个 带董的例子里面 有一次在2013年的3月 潘老师就在脸书上 就发了一个email给我 他说他在垃圾桶里面 找到一张纸条 小朋友写 我真的非常愿意努力读书 但是你们没有给我机会 我看到那个email 我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 我当场问我们师父 因为当时候潘老师说 他们有孩子 交不出注册费 而且家里非常的贫穷 那我当时有谈到5380 我们会有一个状案 只是那个状案 一直拖延一直拖延 我马上请示师父 师父二话不说 要求我立刻行动 而且从师父让我保管的钱里面 挥了一笔给都兰书屋 而且协助他们 去建造了一个二手小铺 在2013年4月的时候 这个二手小铺正式开张 而且它就被我影响 取了个名字叫 五三心愿小铺 他们也透过这个 征集所有的二手物资 培养小朋友 自力更生的能力 那我那时候有下去都兰参观 其实我开了一张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兑现的支票 结果去年12月30日 师父因为要去台东看更生人 所以跟我讲说 他要去都兰看看 我好紧张喔 因为这个突发状况 所以在去年12月30号的时候 师父大概可能也是到目前为止 到拜访师父里面这个 层级最高的人吧 就到了现场 而且当场发 所有的讲解经济给这些小朋友 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些例子呢 其实不是我的元素 是因为潘老师 潘老师做了一件事情 让师父看到了 原来他是照着心法在走 什么叫心法 潘老师是把别人家的孩子 当做自己的孩子来做 那我只是呼应了他的要求 我把这个传达了而已 那我其实 我跟着师父这么久 各位应该知道 我背光是基督徒 师父每一次都在讲说 普贤菩萨有十大院 其中有个院叫 情转法轮 我因为两天前被通知要上来讲 昨天菩萨帮我的忙 他说我告诉你 什么叫做情转法轮 当我们开始帮助这些小朋友 他们用他们自己的力量 改变他们的人生 实现他们的梦想 等他们成长了 再把他们的所学所能 回过头来利益众生 用这样子的方式 一个一个传下去 那么我们就是在转法轮 所以我跟所有的菩萨一举功 谢谢各位 从今天晚上开始 我们一起来转动这个法轮 谢谢 谢谢 谢谢洪博士 那我们请洪博士留步 帮我们翻发我们的感谢状 给我们的赞助的单位 我们非常感谢那么多的团体 能够赞助我们五三基金会 赞助单位有 聚伦新业有限公司 陈正中总经理 来欢迎来台上请 洋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赖钱族董事长 来这边请 立法委员陈超明服务处 谢文福执行长 春辉狮子会黄凌晨会长 从爱狮子会 钟月城会长 台湾演艺人员协会执行长 从爱狮子会顾问 南港内湖市议员参选人 赵家荣小姐 也请南港跟内湖的朋友们 多多支持 以及台北市不动产 仲介经 仲介经济商业同业工会的 陈主任委员 感谢以上的赞助单位 并且接受我们翻发的感谢状 我们稍微往我们的左手边 再跨一步 谢谢 好 我们邀请我们 洪博士来为我们颁奖 颁发感谢状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 谢谢 赞助单位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 也请各位 先回座 各位长官先请回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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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谢谢